尊敬的霸天虎们啊 你们的装备精良无比 飞机坦克傍身 威风凛凛 屁逆天下 然而 总是败在汽车人的权力反击之下 这是何故 是因为你们被主角光环所笼罩 实则不然 早在塞伯坦时期 汽车人的前任领袖玉天狄就曾言之 凿凿汽车人永远无法战胜霸天狄 正因如此 玉天狄在变三十变国赶投帝 并且枪杀了铁皮作为投名状 因为只有与威震天联手 他才能重建自己的母星塞伯坦 可是 每一次霸天虎们信心满满的全军出击 却总是遭遇汽车人与人类的联手反抗 最终总是以失败告终 变一时的威震天可谓是势不可挡 刚到地球时 就以一己之力吓推了一众汽车人 举手投足间就将绝世撕碎 他还能变身成塞伯坦式喷气战机 一个照面就将擎天柱暗进大楼里疯狂摩擦 荡真是纵横无敌 然而 这么强的角色 却被人类F22机群轰成重伤 最后更被主角山姆将火种猿塞入其胸膛 澎湃的力量瞬间让他暴体而亡 荡真是憋屈之急 到了变二时 霸天虎们虽然用计将擎天柱击杀 但面对天火赋予的外挂加持 绝技重生的大柱子可谓神党杀神 独占两大领袖及强者 最终以绝对的实力扭转的战争 由此可见 实力在外挂面前并不值一提 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强者胜主 更是智慧和勇气的角度 正如诗经所言 龙车臣飞扬 弓箭夺标光 唯有勇气和智慧坚败 才能扭转乾坤 战胜强敌 霸天虎们 切莫沉浸于自己的威力之中 要想获得胜利 还需更多的依靠智慧和勇气 方能摆脱困境 取得最终的胜利